不得不承认,运气真的很重要。 全大陆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南大陆, 墨西公国顺势吞并了战锤王国的半壁江山。 两个大佬闹得正欢,人族联盟假装看不见, 在这种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召开会议。 想要抗议都找不到地方,更不用说国际社会介入。 流亡的战锤王国政府苦逼了,和无数倒霉蛋小国一样, 复国梦就此破灭。 造成了吞并的既定事实后, 阿尔法王国第一时间承认了墨西人对战锤王国统治的合法性, 紧接着中大陆三国也跟着表态。 身处一族联盟的包围圈内, 中大陆三国和北大陆两国都是同命相连的苦逼倒霉蛋。 吃过一次亏,五国都对南大陆的几家人族大势力没有信心, 抱团取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 流亡的战锤王国政府对危机中的四国没有任何价值, 被出卖是必然的。 确切地说,连出卖都算不上。 自始至终, 阿尔法王国和中大陆三国都没有承认过战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。 哪怕他们选出了国王, 建立了复国机构, 拥有合法的继承权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想分家就分家, 想合并就合并, 把大家当好耍呢。 反正墨西人占领的地盘, 都是从一族大军手中收复的, 又不是直接抢占了战锤王国的领土。 双方都有对这片土地宣誓主权的法理基础, 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, 支持谁都可以。 现在的尴尬处境, 实际上还是战锤王国那帮权贵自己搞出来的。 要是他们留下来坚持抵抗, 坚持到远征军团抵达, 又是另一番局面。 翡翠公, 凯撒四世现在是痛苦并快乐着。 没有任何意外, 此前和墨西人的交易还是被大家给发现了。 往后突然增加了六个行省的嫁妆, 要说没有幕后交易, 那就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。 只不过事发突然, 等大家察觉到的时候, 事情已经尘埃落定。 找不到国王和墨西人搞内幕交易的证据, 仅仅只是逻辑推理, 根本就无法拿到台面上说。 嫁妆问题, 那是两国王室之间的事情, 做臣子刀无权进行干涉。 在程序上挑不出实质性的毛病, 不甘心吃亏的一众大贵族, 最近这段日子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怨气, 一时间搞得凯撒四世焦头烂额。 幸好这块肉足够肥, 吃到嘴中的油水, 安抚了他这颗受伤的心。 哼, 冷喝一声之后, 凯撒四世随手扔掉了奏折, 没有任何意外, 又是给他上眼药的。 不得不承认这些大贵族就是鸡贼, 绝口不提六大行省嫁妆的事, 却又句句都和此事有关系。 新增控制区不是拿到手中就够了, 还要考虑领地的安全问题。 吃了大亏的贵族领主们, 现在一口咬定, 王国防御计划已经确定, 不能够轻易进行更改, 拒绝履行对这六个行省战略安全的义务。 这帮混蛋, 难道以为缺了他们, 我们就守不住这六省之地? 一个个目无君上, 简直。 凯撒四世的怒骂, 搞得一众王室大佬, 很是尴尬。 这些话, 他们真心没法接。 现在的阿尔法王室, 名义上控制了十二的行省, 实际上开发出来的只有三个。 开发出来的三个行省, 也不是国王一个人的, 还包括王室成员和一些家臣的领地。 真要是遭遇外敌入侵, 光王室能够调集的力量, 还真的不一定能够守住。 当然, 作为国王, 就算是不动用王国军队, 凯撒四世还是可以施展大兆幻术。 无数贵族旁之都在等待机会, 只要许诺出足够的利益, 不愁没人帮他卖命。 唯一的问题就是敌人不能太强, 这种临时招募起来的军队, 战斗力从来都无法让人放心。 陛下, 大家也是忧心王国, 有些事情您没必要往心里去。 宰相纽芬兰大公上前却说道, 这次交易, 自家国王确实干得很漂亮, 但那份君主的控制欲也跟着上涨。 在他看来, 王室吃了毒食, 让人埋怨几句也没啥大不了的。 王国防御计划不能轻易更改, 又不是无法更改, 本质上还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事情, 完全没必须闹得不可开交。 等过些日子, 大家的气消得差不多了, 再回过头来谈, 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 反正上古遗族联盟在消化战果, 一时半会儿没功夫挑起事端, 边界地区还有一段日子的太平时光。 算了, 先不管这些烦心的家伙。 近东战略才刚刚启动, 你们都给盯紧一点, 千万不要折腾出乱子。 只要近东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, 北大陆就出不了大乱子。 趁着受人忙于内斗, 赶紧将新越岗打造出来, 为后续开发奠定基础。 这次大陆战争埋下了太多的隐患, 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, 亚斯兰特大陆太平不了几年时间, 算算时间, 距离史书上经常出现的万年之节, 也没有多长时间了。 都怪南大陆那帮蠢货, 一个个都打着小算盘, 居然没有把握住负灭一族联盟的机会。 要是把一族绞杀干净, 甭管未来局势怎么发展, 亚斯兰特大陆都是我人族的天下。 凯撒四世的吐槽, 将众人吓了一跳。 要不是国王提起, 他们都忘了万年之节的传说。 没有办法, 时间过得太久了, 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。 仅凭史书上的只言片语, 压根就不知道万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哪怕是发掘过一些古墓, 从中获得的讯息也不多。 很多内容还自相矛盾, 根本就分不清真假。 唯一能够佐证万年之节存在的, 还是大陆霸主的更替。 大部分霸主都是在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, 逐渐走向没落的。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万年之节爆发, 不等于大陆霸主一定会发生更替, 精灵族就曾扛过两轮冲击, 遭遇第三波后才逐渐衰落的。 陛下,一个无法确定真假的传说而已, 何必放在心上呢? 搞不好纯粹就是历史的巧合。 大陆混战, 邪神入侵, 深渊入侵, 恶灵降临, 这些事情大陆上发生的还少吗? 邪教组织搞一次大行动, 就有可能引发的灾难, 我们又不是没有遇到过。 财政大臣德尔加多侯爵一脸无所谓地说道, 大陆各族混战, 完全不需要操心。 现在的一族联盟是精灵族当家, 只要人族不主动掀起大战, 精灵就不会想发动战争。 若非了解精灵族的短板, 知道就算给他们一百年时间, 实力也壮大不了哪里去, 大陆战争也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 因为面入侵, 那也要看遇上什么未免。 若是碰到深渊, 亡灵界, 那么只能自认倒霉, 从头到尾都只有苦逼。 若是碰到较弱的未免, 谁入侵都不一定呢。 行了, 我就感慨一句罢了。 按照资料上的记载, 万年之节的时间周期又不固定, 可以提前十几年, 也可以延后几十年, 持续周期也不确定。 运气好的话, 我们这代人都遇不上, 还是先考虑眼下的危机吧。 各地的贵族领主闹情绪,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, 但涉及到和近东战略相关的事宜, 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。 要是你们处理起来太过麻烦, 那就扔给哈德逊元帅, 他最近可是闲得慌。 凯撒四世一脸郁闷地说道, 大家一起瓜分战锤王国, 结果到了最后就他一个挨骂, 心里有多郁闷可想而知。 偏偏这些事情上不得谈面, 微不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, 他只能独自扛下大贵族们的怨念。 山地岭,无数青年男女汇聚在广场上, 排成一列列长队, 焦急地等待着测试结果。 能够过来排队的, 事先都经历过了三轮筛选。 第一轮筛选出身来历, 不要求出身多么显赫, 最起码必须身世清白。 今时不同往日, 培养出了大量基层人才后, 羽衣渐渐丰满的哈德逊老爷, 已经不需要靠间谍治理领地。 原来的间谍, 要么自己主动投诚被接纳, 要么就不小心死在了战场上。 有机会弃暗投明, 不光是因为他们为领地立下过汉马功劳, 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来的主子也投奔了过来。 事实上, 用间谍两个字来形容, 完全是高看他们了。 以哈德逊当时一届小男爵的地位, 还不值得大家花大代价, 派精心训练的间谍过来潜伏。 一部分是领居们收拢的门客, 另一部分则是威胁或收买的没落贵族子弟, 让他们帮忙传递情报。 哈德逊的身份地位越高, 向山地领安插探子的贵族就越慌, 唯恐哪天被哈德逊发现了, 直接带人打上门来算账。 煎熬了一段时间后, 承受不住压力的中小贵族, 陆陆续续向哈德逊表示投诚。 为了安抚人心, 哈德逊大度地表示不计较了, 只不过暴露身份的探子, 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踢出了权力中心, 从事一些不涉及机密的工作。 前面是哈德逊家底太过薄弱, 领帝人才严重匮乏,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先用奇才。 现在羽衣丰满了, 忠诚度就成了选才的首要因素。 哈德逊可不愿意花费大代价, 替敌人培养人才。 第二轮筛选日常表现, 初步考察其品行。 坦率地说, 这一关很模糊, 无法进行具体量化。 只要没有坐监犯科, 没有反邻主老爷的倾向, 基本上都可以过关。 第三轮才是资质筛选。 因为现在领地的人口太多, 魔法士数量又太少, 根本就做不到全民检测, 所幸哈德逊就公开了前期的冥想法门和骑士基础训练法门。 光靠这些东西, 自然练不出什么大的成果来, 不过用来确定修炼资质还是够了。 现在的第四轮检测, 才是真正确定修炼资质好坏, 从而确定未来的培养方向。 这种全面筛选的选拔模式, 对王国现行的人才选拔机制, 也是一种挑战。 搁在一年前, 哈德逊都不敢这么大张旗鼓地玩。 现在不一样了, 在开发近东的旗号下, 一些略微有些出格的行为, 大家也可以接受。 以往那种从士兵中选拔精锐, 在教授斗气修炼法门, 从中筛选出有修炼资质的士兵培养, 现在明显满足不了要求。 军队中的资质测试, 哈德逊早就在私底下完成了, 有修炼资质的士兵都拿到了修炼法门。 只可惜有修炼资质的人太少, 天赋不错的人更少。 把领地的几万军队筛选了一个遍, 包括一众预备役士兵在内, 一共也就四千多人有修炼资质, 其中有培养的价值的只有一半。 这个比例远远低于贵族子弟。 很明显, 亚斯兰特大陆流传的血脉论, 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。 不过在哈德逊看来, 这更像是人类的自我进化。 就和挑选种子差不多, 颗粒最大最饱满的种子, 种出来的粮食, 产量和品质